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XJ老师 欢迎你们到来今天的视频 OK这个视频呢是给那些SBM的学生 OK给你们了解一下那个你们的英文的speaking test的那个format 还有一些tips on how you can improve your speaking skills 话不多说就进入原题吧 像刚刚我讲的那样 今天我们是要看SBM的那个英文test的那个format 那个范围是怎样的 其实它是非常简单 它跟你们format到form3的speaking test的那个format是类似 OK part 1就是它会问你那种基本的问题咯 你是谁 你住哪里的 你怎样去上学 还是你喜欢什么科目这一类的问题 它大概会问你们四个问题 and then跟format到form3的speaking test一样 两个candidates OK所以part 2也是跟你们format到form3一样 也是要回答一个各自要回答一个问题 可是你们记得format到form3它是给你们图画嘛对不对 你们是SBM了长大了他们就会给你那些字 OK它就会跟你讲OK今天题目是什么 你知道用这四个point来elaborate这个题目来讲解这个题目 then你们知道跟着这四个point记得四个point都要讲完 OK要不然会被扣分啊 and then part 3也是跟format到form3一样是一个discussion来的 OK总分是25% then总共用的时间来做这个speaking test是13分钟 OK then这个speaking test呢它主要是来test你的obviously speaking skills 看你会讲东西你的grammar全部有用对吗 你会那些vocabulary那些生字吗 还有一个东西是它要test你的listening skills 诶为什么testlistening skills呢 listening skills都有listening test啊对不对 OK是这样的 它是要看你会不会听他们在问你什么 还有当在做discussion在做讨论的时候 看你听了懂别人在说什么嘛 然后如果你听懂的话 你respond你反应的东西是正确的咯 OK听不懂你反应的东西错的话 就是你的listening skills没有那么的好 你不大会听这个语言 OK so这个就是那个format超级无敌简单 OK so现在老师我要给你一些tips来加强 或者来pass你们的英文的那个speaking test OK so number one find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test 这个就是你要去找那个test的那个format 恭喜你 刚刚你已经知道了 OK 那个test的structure是怎么样 如果你们要更加知道那个test的structure in detail的话 老师建议你们可以去买那种 as别的那种英文练习书 那种有speaking test listening test writing test 还有reading test 四个test在一本的 在里面他们就会给你看 那个speaking test的那个format是怎么样的 OK 如果你懒得买没有关系 可以找老师来补习 老师上网课哦 一个月试试 而且视频 是有被录的 每个星期会automatically发布给你们看 OK 就算你们缺席课 你们还是会赶上 所以可以考虑来找老师 我补习啊 老师 我的telegram的那个link 会发在这个youtube的那个description里面 所以你去按那个link 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link 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link 呃 是去进一个group 呃 你别 你先不要 呃 什么先 不要进那个group 也可以要进也可以随便你啦 啊 老师我没有强迫你们的 老婆是要讲 如果你妈 directly pm我的话 我的那个account 你去那个telegram group里面 按那个description 我的account在那个description里面 then你就可以pm我了 在telegram OK All right So number two make sure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without going out of topic 那我们考试这一 part就是离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读东西的时候 要读好来咯 要读仔细 真正明白 它到底是要什么 then of course 那个题目 先不要answer完 不要选择 如果还给你四个point 你只是回答两个point罢了 请问你 你那个考官要讲给你分数啊 你都没有讲完嘛 对不对 所以make sure你讲完咯 and then第三 这个我本身觉得是最最最重要的 你要一直有练习 practice and prepare well OK 尽量不要memorize 不要去背那个答案 OK 因为你看你们的历史 你们的科学 那种bio 还有那种account 数学都要去背的嘛 对不对 而且英文像马来文 它的language是活的嘛 对不对 语言是活的不是死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 读那个东西 可是不用背到一字步咯 因为讲真的 我们也不懂什么题目 会出来嘛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猜测 可是猜测的那个题目出现来的那个percentage 其实是50% 所以我们最好是什么topic都做完 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讲这个topic OK and then you know 你自己的方式讲 你就会记 是不是 因为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东西嘛 你自己说出来的东西 难道你要忘记 就是这样的道理咯 是不是 OK 第四个tips就是 Learn some specialized vocabulary related to your life or interest 你要学一套 生字 OK 跟那个interest 跟那个hobby 或者跟那个topic有关联的 什么意思呢 这边 就是讲 如果我讲 我喜欢 在我休闲的时候 打羽毛球 羽毛球是一个sports嘛 是一种运动 所以你懂羽毛球是叫badminton then你就要知道咯 那个racket叫什么名 英文 我不懂racket 哦 羽毛球拍的英文叫什么名 OK 就是racket 羽毛球叫什么呢 叫shutter cock OK and then 玩对手 叫competition competition也是可以是比赛 也是可以是对手 then player 那个玩的这个 这个badminton 那个成员 你们要知道那些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的那些vocabulary 那些神字 OK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用 你们不熟悉的字 OK don't use unfamiliar words 因为 除非你正在学习 then当然你可以upgrade你的字 然后去学一下 那个新的神字 不要把那些 你不熟悉的神字 在speaking test 考试的时候用 OK 因为你都不熟悉嘛 then你用的话 你一直会在那边想 这个字到底要怎样用啊 等一下 你想到来 可能一花你很多时间 因为你自己想 那个字 二 你可能讲了 那个字 then你就 suddenly 你的脑空掉 因为你的脑 可能会在那边想 Yes 我用掉这个字了 可是哦 下一秒你就 过现在我要讲什么了 所以尽量不要用 你不熟悉的字 practice的时候 你要用用啦 我没有管你的 OK Alright Next one very important also be aware of the time 要注意你们的时间 所以你们知道 像part 2 还有part 3 这两个东西 part 2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讲 你的东西 part 3大概 三到五分钟 还是三到四分钟 我忘记了 OK 其实时间不是很长啦 OK 所以你们要find out 那个format 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part 3是三到四分钟罢了 OK 所以part 2的话 你记得咯 一分钟时间讲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话不要太快咯 OK 所以你尽量 AIM 你讲话的时间 大概50秒到70秒 OK 不要超过啊 不要超过太久 不然之后会被扣分 或者会被暂停 不可以继续讲了 And then part 3 你们知道 真的很 很注意你们的时间 因为你们是 做discussion嘛 对不对 有时候discussion 人家会 你们越讲越起劲 然后会 越讲越爽 OK 就没有顾虑到 那个时间 所以要注意 你们平时 跟你们的朋友 还是谁 practice的时候 注意一下你们的时间 OK 当然 你可以 可以短暂的停一下 来想东西 OK 短暂 as in 一秒 还是三秒 不要讲到 不要想到五秒 还是十秒 那么久 OK 还有多一件事情 是你不要use filler words filler words是什么 就是那种 informal的字 OK example like you know 这种不要用 OK 浪费时间 而且 native speakers 真正讲英文的人 像那种英国人 美国人 他们是没有用这些字的 OK 这边是我们国家 这一带 这边才有用的 OK 这边的那个当地的slang OK 下一个东西就是 你要elaborate on your answers 就是你讲东西了 过后你讲你的point 你要当做我们观众 我们听着什么东西 都听不懂的 你要解释给我们听 你 you know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的想法是什么了 很简单吧 你不用解释到很长的 因为speaking test 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是不是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讲话 不要speak in monotone Monotone是什么 给我找一个句子 给你们看一个example 就是他讲话 他的那个调 那个语调 就是一个语调罢了 没有讲到很像 有感情的那种 OK 我现在读一个句子的 example 一个monotone 是怎样的 My cousin Rachel came to stay last week She is almost the same age as me 看到吗 他就是一个音调罢了 如果你讲话 是有emotions 很自然的 你的sentence就会这样 My cousin Rachel came to stay last week She is almost the same age as me 看到吗 那个差别在哪里 是不是 一个是那种死板板讲话 一个是比较有活力 有精神讲话的 所以 你跟着我这几样东西 你就行了的 最重要是你们要practice的 不可以单单只听我的视频罢了 然后你讲 OK我可以去考A了 A no such thing啊 OK要请老去practice OK All right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们的话呢 记得给老师留个赞 或者留个comment 你们也是可以留个comment 如果你们like 希望老师发布怎样的视频 娱乐的也行 OK 英文的topic English related topic的东西也行 OK 娱乐的东西的话 make sure它是跟教育 有一点有关系的 最近我发现到 老师我的subscriber已经增加到234个subscriber了 谢谢你们 小叮当 来subscribe老师的那个youtube的channel 老师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你们 而且如果那些你们有把老师的那个youtube channel 还是视频 share到你们的social media 像你们的instagram story 还是你们的whatsapp group一大堆 也是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OK 你们发布 你们发布 你们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来看老师的那个视频跟频道的话 老师非常开心 这个会导致我更加努力在发布更多视频给你们看 OK 因为老师我呢 我是想 你们在我这边学习到免费的东西嘛 所以希望你们帮助老师打风高一点老师的那个频道咯 好不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嗯 我相信你们看过以前的视频 你们知道的是 老师我一个小小的那个目标 就是希望 嗯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OK 到年尾的时候 可以 达到500个subscriber 现在已经差不多要 达到那个目标的一半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如果你share这个视频呢 我敢保证 OK 你在speaking test获得A的几率会更高 OK 几率 Oh my god 我的pronunciation OK 那么我们就在下个视频见吧 再见咯 大家 拜拜